大家好,我是Infinite Quartet的小提琴手李怡景 我们很开心能够拿响2019成品室内乐节的第一炮 其实巴尔托克的弦乐四重奏 在弦乐四重奏的曲目里面是 就像是喜马拉雅山一样 希望大家可以征服它 然后就会有一种很棒的成就 其实我们四个就像傻子一样 因为我们为了想要征服这个这么困难的曲子 我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在学习这个曲子在rehearse在怎么样 其实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language 就跟我们平常熟悉的优美旋律 其实不是那么一样的 但是龙血上面有很多很精准的巧思 那这个都是在我们排练中可以互相学习的 那我觉得每一次能够完整演出 Barton的任何一个Quartet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 那我们Infinite Quartet今年是我们第四年征服 所以我们决定要在四个人都五十岁之前 希望能够完整的 而且都是跟同一个member 同一样的成员 我们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挑战 能够完整的拿巴尔托克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生中很大的一个achievement 我们希望一定可以完成 首席璀璨 今年的曲目里面 我们结合理性与浪漫 不一样的感受 欢迎大家 4月28 Sunday下午两点半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